上海對一國兩制之下會出現的矛盾是估計不足的 這個肯定 最尷尬的位置就是要對有多少批評都好 可以想像到那個出路 恐怕都還是在一個一國的大框架去找一個空間 以人心問題來解決 你說是不是講清楚了 畫了紅線就解決了呢 那你明年九月選不選立法會先 究竟其實我們重上一國兩制裏面 政治生態以及政治生活是怎樣的呢 今晚學人串社科 嘉賓是曾慾成呂大落 題目是香港的尷尬與矛盾